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他是广西桂林人 现在也是在桂林的体校专门是从事教学的工作 专门是教象棋的老师 但他也是对象棋比赛的竞技非常热爱 那么最近几年在柳道华老师的指导下 应该说棋艺还是有了明显的进步 这番棋我们就来看一下女子组 这番棋比较激烈的争夺 红方采用的是仙人指路 黑方阻气级 红方跑八平六 对兵局 然后红方是摆了一个视角炮的造型 对 这个棋就说原来男子选手有携走 先走这个以后 就是考验一下黑方怎么协调阵型 接下来黑方跳马 马二进三 红方马八进七 黑方也是出狙 红方也是出狙 对 红方出狙 这个棋就说的 等于黑方先走了一个平空马 当然红方也可以比如说不过三项 就形成比较稳的或者马二进三 形成这个先手反攻马的这个阵型 但是这个棋可能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平稳了 对 那么陈立纯是一个喜功好杀的这个战将 他肯定不甘于这个平稳 他喜欢这个跟对方对空 然后黑方走狙就平八 这棋又还原成这个五六炮对平空马的 对五六炮马二进三 这个地方就是说黑方就是有多种选择了 对 就是可以走泡八平九 不让你这个局亮出来 这也行 或者这个走炮进六 直接点进来 对也有 因为你再出局 你出局我再炮八几次 进六 两个局都把你放住 这个都是可以的 就是说黑方有多种多样的这种选择 对 性就不一样 那可能跟一般的这个五六炮有些区别 但是实战当中呢黑方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这个阵型 他走了一个象棋进五 这招棋还是比较少见 这个感觉也挺正常的呀 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棋就说的感觉还是有点消极吧 就说自己呢 这个周易呢 应该说 女子选手嘛 我们要求也不那么高 就说他把基本阵型呢 走好了就可以了 我看这个棋 我觉得怎么也得补手相嘛 那象棋进五如果不好 那象棋进五 象棋进五是原来走过的 感觉那就是说的 红方的这个阵型呢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对 那象棋进五当然比象棋进五要改进一点 对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 还是稍微有点吃亏 红方局 就可能从实战这个 一平二 走法 因为这个周易啊 这个先手棋 他比较喜欢走飞向 对 这个飞向 这等于是跟飞向机队伍流炮很像 但是先后手到 那等于这个 等于他走出后手飞向 对啊 后手等于那肯定是亏嘛 是 然后黑方又十六进五 因为他不十六进五呢 他左右他也不好进 对 他这个炮 这个炮不能进一进 这个有一个 这个打串这个气 要进炮八进四的话 他是不是聚八进六 对啊 这炮八进四也容易落空 对 所以索性就是十六进五先补一手 对 然后看红方的态度 对 就是黑方呢 暂时呢 这个不动声色 对 啊 节目表流自己要进哪个炮 其实我当时想了 张老师这个气 我觉得黑方这个阵型也挺扎实的 这个我就补俩相 你什么时候进哪个 他还烧亏 对 他的意思可能是你走 去二二进六 他是不是走炮二进一 对 你进这个旗 我可以 我可以浸泡了 对 然后你压马 我就去八平旗 对 这个冰三进一 这个随时有这个旗 那洪方走去八进六 也是可以 就是说这个旗呢 我为什么说黑方有点消极呢 就是黑方这个旗呀 他反旗的能力呢 不强 他是处于一种啊 防御性的这种做法 对 我再这个再浸泡 感觉 对 其实感觉也挺不错的 这个旗 这个旗呢 就是走到这红方 可以走马七进六 先跳马 对 那这个不管我这个冲冰了 我聚八推二 这时候是不是有炮八进二的旗 炮八进二 对 是存在的 就这个旗表面看来啊 对 黑方这个 这个叫四线千牛 对红方还是很有压力的 实际上由于黑方子力整体啊 脚慢 红方有这种强硬的手段 也可以占仙 先弃个子 对 因为你拱过来嘛 我就登了你 你这个子力换了以后 我将来欺兵是优势 对 那你打掉我 吃军是个先手 我把鞠军杀回头 然后我欺兵再拱过去 这个旗呢 黑方呢就是 还是有点吃力 这个炮 这个下冰这个也挺好的 下冰就只能在炮二平一吧 对 反正这个旗就是说 红方 弃子抢弓 这个三冰还是先手 对 就是说红方这个旗呢 肯定是主动 看来这个炮八进一 在炮八进二 这个招法太重复了 不 他这个旗也没有办法 这个旗他只能炮八进二 好 那不炮八进二 这个打开这个线路也 你拱了以后主要吃 你这马不用胃啊 还得马三斤二跳上 那不中兵丢了吗 马来进五 那就不太好了 干亏吗 对 丢了中兵 你这个狙炮还脱根吗 还不敢换 所以这时候可以 曾经跳上来 跳 黑方也没有好办法 对 因为你只能炮二平一的话呢 你这个炮八进 那中兵总是要丢的 这个炮八进二可以小占优势 但黑方也得做它极了 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摆的 那一路变化 就黑方呢 这个多一个子 可能要受攻 那红方走G二进四 稍缓 G二进四 他也是为了对三兵 但是呢 黑方呢 这个时候就有足三尼仪了 这时候冲兵 那我这个狙得退回来 对 除了退狙 还有炮六进四 金炮这个换次 换次啊 就是太简化了 打掉你 吃掉我 等黑方先把四斤都拱过来 你压马的时候呢 对方 有一个炮二进四 对 好 那我们就给大家摆一下 因为这个棋呢 还比较复杂 我们说一下 就这个棋 黑方这个棋是后半局的好下 因为黑方子力都 走得比较扎实了 这个正像 这个正好捉霜的时候 它浸泡 有个浸泡 对 就不敢吃马 这个炮三 只能聚细退二 黑方再可以G二进二保住 就这个棋呢 黑方也不怕 对 黑方的子力呢 还是比较稳固的 双方基本差不多 这个棋 对 那这个棋呢 就是说 那红方也不愿意这个换子 不换的 那他就得G八退二 对 把G退回来吧 那黑方可以考虑呢 一个是炮八进一 就这个棋 有点像那个四冰见面 那个直冲局那个棋 那这时候如果再对三兵 对 黑方多了这个马三进二 对 这号对了马三进二 对 你一拱 有马三进二足以进一 这些利用 对 还不能轻易走成这个四军见面 但是黑方 红方也没事 红方 就说你打局 他大不了 他将来去八分九 再让开 但是黑方这个棋 就是说有的下 对 就是黑方这个地方呢 应该走这儿的棋 是 但是这个实战当中呢 这个 黑方呢 没有这么走 他走了一个炮八平七 对 直接对去 这个棋呢 还是稍微的亏了一点 稍亏一点 红方对调 红方接受 对 这个地方呢 肯定是红方便宜 对 红方因为左翼子利呢 对黑方右翼呢 形成了一个压制 但是就说这个 手段怎么走 就这个地方呢 红方怎么去 发展 红方实战呢 他走得比较凶 他走兵不及强行呢 这个撞开这个足人线 我这有一个棋友啊 后来那个 那天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就说在我们那个 女子一些比赛比完了以后 他们有时候看到棋谱 对 好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 他说我就喜欢看女子比赛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就是激烈 对 的确我们女子组的这个 很多的对局都是双方这个拼杀的 就非常狠的 就很多碰到很多平稳的局面 简化的局面 我们双方的棋手都是 就是有一个默认了 就是把它都避开 我们就要下一盘很精彩的对局 尤其是像我们 就是我们每年女子有 像其甲鸡联赛 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了 对 我们的分出的胜负的那个对局呢 要比男子的甲鸡联赛要多出很多的 对 而且每盘棋就是有一种 让大家来去看这种实战杀法呀 这种的很多精彩的对局 也是希望各位奇迷朋友呢 能有时间能够去关注 多关注我们女子的这个 像其赛时 对 因为这个女子选手啊 这个虽然说没有男子水平那么全面 对 但是他确实敢于拼杀 对 这一点呢 确实也很有特色 那么黑方 把八进七 然后红方 兵武器 强行进攻 这个陈立纯顿 他也是一个喜功好杀的选手 对 他也是不甘于 把七走得过于平缓 那么走到这呢 就是黑方呢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他只能走足五级 足五级拱 这个棋你不拱 他将来平开了 对 拱掉 应该他就把兵吃掉 对 实战呢 他也是这么下的 对 这个地方 黑方呢 无论如何 那是应该跳马的 对 黑方这个棋呢 应该走马七进五 这个比较简单 跳这个马 那他只能这个浸泡 那就换掉你 这个地方呢 可能这个周易 也没有想到一个防御的 好吧 这会儿黑方有个炮子进五 金炮 对 他正好呢 可以把红方这个攻势 化解掉 那这个他可能会 赶紧退马 或者跳马 退马 我就把你中兵炮打掉了 我下部租极冲过来了 这个动这个马呢 动这个马 我打你这个马 就这个棋呢 恰好呢 能形成这么一个 基本上军事 因为下部棋 租极 还有个中兵 对 你要兵器急 我组五级 你兵器再急 我马五级六 我正好也把你这个马当掉 对 这个棋应该说 整体就军事 红方的这个棋呢 就等于是 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 是主要这部 PARC5 是很关键的游戏 所以说红方这个 出龙兵啊 也是过于 急切了 对 还是不如呢 这个走个 马七级六啊 是 慢慢发展攻势比较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黑方错失了这么一个 把局面的 完全拉平的 这么一个机会 因为这PARC5 也不容易 很快看出来 对 PARC5 关键还以后要辅助 这个组五级一的 这么一个整体思路 最主要呢 黑方呢 临场呢 可能还是受到了 这个吃兵的诱惑 对 就是这个 这个都是先手啊 对 觉得我一打兵 我一打相 打相 还打这个 然后我还要炮提平台 打局又打相 因为有的时候觉得 这是先手啊 那么红方 也早有计划 他马三级五 对 跳上来 然后黑方呢 这个马 不好跳 他继续PARC5 他准备再气 因为你也不能吃马 吃马这个打死局了 对 随后呢 红方就马五级六 这儿红方呢 正好这个马呢 就等于赶到位置了 对 不仅防住了 你PARC5这个点 并且呢 盯着这个炮打中向 什么马灯中向 这个很多手段 藏在里面 对 所以说这个棋 因为说走到这儿呢 红方是 逐步呢 扩大了自己的这个优势 主要黑方这个走的 防守太 就是 就是炮打兵啊 这太着急了 急于这个反击 还是更稳健一些 对 还选马西基有更好 当然呢 这个临场的 这个队局当中呢 可能黑方周易 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这个棋呢 支亏了 对 他可能觉得 他这里边有些战术 那么呢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这个双方的 这个子力接触比较紧 那么黑方 如何解困呢 黑方呢 临场走了一个 可能让红方 开始还真没注意的棋 是 他走了一个 POWER平三 对 这有一个 强行这个 平炮打局 对 他呢 等于是把炮啊 送到对方的马口里 去打 我当时看着 我觉得这是 真的挺精彩的一步棋 对 局部上 确实是一个好手 对 因为你这个马 这么好的一个马 把你逼回去了 而且我还能吃回来 等于黑方是弃子 弃子 他的思路呢 就说的 确实了 现在我们的女子水平 也不可小觑 或许我们在 就是有些 关键的招法呀 什么走得不够细致 那个大局观上 可能有欠缺 但是在这种战术手段的时候 就是大家下的 还是会有很多 那个敏感这些意识 还是还是有的 还可以 对 就是我们这期 即使气了个子 有两个兵在 所以说 感觉还是可以 考虑这种走法 这个POWER平 POWER平三 那么这种弃子 对 红方肯定要买了皮吃 然后黑风 G2金6 反桌 那么到底是 哪一风 更有力 那好 那这个稍后 稍后休息 我们再给大家 做继续的讲解 好 各位朋友 怀疑您继续回来 关注这一盘起义 目前 就是黑方 采用了一个 弃子 打算夺势 这么一个战术 对 那么我们看看 红方是否就范 红方十点当中 这步棋选择的还是不错的 它是走炮6金6 强行把黑方的向眼卡住 黑方这个棋 它最主要是苦于马金6 它没法这么走 对 跳马的话 这是只好有个桌 是吧 对 这个把6金5走不上了 对 只能交换 红方 吃 把子得回来 但是 红方可以把这个中足砍掉 黑方主要是两个向 失去联系 对 这个棋 没办法防守 明显的是红方占有 黑方这个棋 有丢向的危险 对 所以黑方 那么走到刚才那个地方 也只有G2平赛 对 来试图 与红方的进行 这个竞工 实战当中 红方就先炮金5 先打一枪 黑方这个棋 也是被逼无奈 出将不行 因为它一将 你只能支持 炮5平3 炮5平3 一打就得子了 对 那黑方 15金4也不行 因为有炮5平7 也是感觉呢 有多种闪金 对 它所以 没办法 只能落势 15推6 那红方这个马 也不好逃了 它就走G7 把这马吃掉 换子 黑方G3 把这个马吃掉 这儿呢 形成了这个G双炮 对G马炮 这么一个奇特的这个陣型 对 现在呢 就是红方这个子力啊 等于全部呢 是深入到了 黑方的这个腹地 这个子力 如果能够舒展开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红方这个多项呢 还是有更多的机会 如果一旦走不好 就容易呢 这个丢子 或者给黑方 以反击的这个机会 最主要现在黑方呢 有G3平4 和抛弃平3 这些手段 对 红方这个 该怎么防御啊 这很关键 其实这个棋啊 有时候 唐达你说 这个最好的防御 有时候就是 最好的进攻 就是最好的防御 这样 对 那他这个现在局面下 也没有什么 很好的这个进攻点 对 因为现在的红方呢 现在也不好去防 对 这个飞个向太慢了 飞向是防住这招 对 但人家G3平4 那个捉炮 对 他炮5平6 他怕马骑进5 平炮打这儿 跳马这个患子 对啊 患子黑方 这个两个兵太厉害了 就说红方呢 双炮呢 兵种呢 不如马炮的营火 对 所以黑方呢 这个棋 这种威胁的 红方可以置之不理 走去西洋 把这个巷子 硬把它干掉 强行吃掉 对 那这时候有个 平炮打狙吧 这个打狙呢 红方呢 不怕 红方可以照上 炮6平7 电炮 平炮 电上 那我换掉肯定不肯 换掉的话 红方这个 对啊 换掉你肯定亏 然后打一将 好像也 你上马我就退一步 跳马就退一步 对 你打江 我照上知识 就打一将 我知识 江云知识 正好呢 打这一串 黑方这个 逃不掉了 也正好不敢吃兵 吃兵 就有一个炮7平5 对 他有个抽狙 对 炮一将就把你狙抽掉了 那黑方肯定不行 所以这个狙 第一个炮7平3 这招棋 本身黑方 这不成立 红方有炮6平7的棋 那G3平4呢 G3平4 这招棋呢 它可以炮6 它可以是不是平开是吗 平9 平8都可以 平9吧 平这 你要是退居 吃我的死炮 我可以GG退役 GG退役先退一步 对 这个棋肯定是 红方阐用 正好也不能吃中泡 对 我有抽狙的这个手段 对 所以这个棋呢 黑方还有一个办法 降级 上降 对 御驾心的 用老将来赤子 那红方呢 正好是一炮平7 但可能双方啊 我估计都看到这种变化了 可能这个陈立纯啊 产生了错觉 他觉得这个子力 怎么都让对方拉住了 对啊 我这把兵吃了 这的确 正好红方有一个炮6 平8 这个炮6 平8这招棋啊 可以是攻守前备 准备 现在准备GG退役一将军 对一将 下降 你下降 我炮8级一将 有炮7平9和炮7平5 这个两抽 对 这个G 来不及这个平炮 对 来不及 那黑方只能降5平6 对 先平开 红方可以呢 走 炮7平1 一将 然后利用这个将啊 摆脱自己这个牵制 聚其平用 把这体势正好吃掉 是一个杀棋 他只能知识 知识 然后红方在G的退役 正好这么在 正好这个G走一个 曲线 走一个L型 把这个炮保住 下部棋还有跑啊退役 继续叫杀 对 黑方只要吃不着紫的话 这个局面就会危险 对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呢 先把黑方这个城市 捣毁 然后 对 这个棋应该说机会非常好 还是红方占用 所以这个地方啊 最主要红方呢 临场当中 他可能是 没有算到 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 不过这吃底相 这个这部剧很关键 对 先把自己的这个中炮的 这个隐形威胁 对 这个陈丽纯呢 这个他临场呢 可能就是没有把这个鞠双炮这个杀招算清楚 对 他临场走了一个狙击退役 对 他退回来了 感觉也挺好 就赶紧把中路这个扫通了 结果呢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的这个反戈一级啊 后边黑方不再给红方机会了 对 黑方这个每部棋都走的真的就很关键 一桌 对 红方这个炮逃不开了 对 这也只能就吃兵 嗯 黑方把炮吃回 红方居五平三 表面上是吃双 对 但是黑方呢 这里走得非常精巧 他先割空头炮 他让你去吃这个马 那也只能这个 没办法 只能吃到 如果你炮五平八的话 黑方可以马去退发 他马可以走开 对 这站中将还能垫居 对 那红方把子吃回来 黑方正上有个居四仪 把红方这个居炮呢 嗯 就牵死了 这儿呢 红方的这个棋呢 由于这个居炮啊 难以摆脱牵制 对 这个棋很痛苦 红方很无奈走 炮五平四 嗯 这个时候就一下 就红方从一个优势局面 对 就差着一步棋 该红方走 红方就立于不败了 对 就退居一桌 就没事了 你再退炮 我有退二楼炮 你将我 我可以电动炮 互相抽了 对 那现在 但是由于这个红方居炮被拉了 对 黑方抢先一步 把炮一退 嗯 现在呢 要看着黑方 橘子屏幕一将 有橘子屏幕要抽炮 对 这没办法 这只能上将 上将 上将防守 黑方继续 橘子屏幕降 这个棋 红方啊 下着很痛苦 这我估计这个陈立成临场啊 想哭的心都有了 哎呀 是啊 前面是一盘很好的局面 对 这个其实正好这个炮啊 这个走的位置太难受了 这儿出不 下五平四走不了 平四不行 人家炮五平六僵死了 对 这跟班公一样 只能摔五平六 对 还得平这边 然后黑方呢 他直接走一个炮五平四 这个也还是叫杀 嗯 红方没办法 只能飞象 他得飞象 黑方走得很老练 他也不去吃象 他一直是 把你这个炮 先吃死再说 嗯 主要这个局面 就是红方丢子了 对 丢子就不太好 就不太好下 丢子应该说 这个局面呢 就是很困难了 对 那主要看黑方方犯不犯错误 不犯错误 你就危险 对 黑方后来走的 比较老练 对比较老练 好 那我们把它欣赏完 对 好 那红方是先 先进降 这个老率觉得不稳 对 先进来吧 一吃 吃 现在如果对局的话呢 正好黑方呢 这个炮的二楼线 对 可以啊 换掉你两个兵 就吃掉你两个边兵 对 然后你这个兵 这兵来不及 也锁不住 好 那这个局肯定不能换 但如果退到底线呢 倒是比实战要稍好一点 但是这个棋局呢 也是危险 因为对方可以点局 但是他退底线应该是最顽强 对 然后再 这样以后又下成这个局炮兵 对 对 双兵 这个棋 最主要这个底局呢 他觉得也没活力 大概还有炮腿平衣的这个手段 对 还是锁性就局三退一了 对 那对方就把这个敌室杀掉 对 对方也不要足了 然后他局三平一 先吃一个 对 然后黑方也是吃相 吃室 局六平次 对 洪方现在是走的 洪方这也继续这个扫兵 就是下成这个 就是这是一个局三个兵啊 两相 局三兵对局炮 单局相 对 但是最主要洪方这个兵叫什么兵 叫豆腐兵 是 他都没过去 如果又过去两个兵联手 对 就是合起了 因为这个双兵 双相呢 只要兵联手 位置正 肯定能守核单居 这个局就可以砍炮了 因为两个兵联手 他比两个式还要结实 对 但是呢 由于这个兵啊 速度太慢 嗯 没办法去连 所以这个棋局呢 就 看黑方的表演了 对 实战也是这样 他这个兵后来 就是没有赶上 他先炮自己 对 红方就有平期 红方是直接 进进三 他一将 将 直接飞了个像 因为红方初帅啊 怕他这个高居 拔起来是杀 对 所以红方呢 就也只能够 飞向 因为你帅我平次 他局次退三 那个更麻烦 嗯 还让人家 鞠走高了 对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 他走得比较老烈 嗯 如果先吃相 就如吃相 他会有杀一将 鞠鞠退二 啊 这个棋很 黑方这个炮 炮的位置 不太好 你只能退一步了 嗯 退一步呢 你这个 半天都出不来 红方就是机会 拱兵 对 将来你的鞠 一绕出来 他鞠占一个肋 嗯 这个炮 这个反而成负担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黑方还不能去召集之相 得把自己的毛病呢 先解掉 对 所以说这个下象棋呢 这个 我们大家琢磨这个道理啊 他就说 他是后发之人 他是要先把自己的毛病解掉 嗯 他并不是要急于进攻 嗯 然后飞高相 他对方走得很劳累 先退市 因为你的相 早晚是逃不掉的 嗯 我将来随时可以去 去去吃掉 这个残局的时候 周围下的还挺不错 对 嗯 黑方十六斤五 不是 红方在退局捉炮 他十五斤四 嗯 好 这样呢 就等于是 嗯 下不及 啊 黑方可以出降什么 再吃一下 对 红方在高居 这个时候黑方就把相 吃掉了 这个相丢了 这个基本就是 对 好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点时间 嗯 摆好 对 这个地方更精确 一个点姜在吃 哦 这样 嗯 但也关系不大 残局一般是老家的下面 对 他是菊 江菊 把他氏也吃掉 嗯 嗯 嗯 对 他是吃氏 嗯 这个地方反正黑方又僵了几局 对 僵了几局呢 最终呢 反正还是吃了这个相 对 红方又把这个氏吃掉 对 这个局面 这是一个标准的 海底捞月 对方这一瓶啊 反正总之呢 他这个 你后边僵不僵就 对 他僵又走这样 这个地方他应该进三步更干净 他走的这个 大家看实战吧 嗯 他把炮绕过来 对 再一下 他下几炮 他再一瓶 下 来不及了 他拘 将两局 这个兵还是太慢了 这个步入 再一将 嗯 再有个海底捞月 炮二瓶四 嗯 因为你拘一躲开 对方再拔高拘 迎面就把你将死了 嗯 最后呢 是 最终黑方周易呢 是海底捞月呢 嗯 以这个最经典的参局呢 战胜了这个洪帽 嗯 因为说这个棋 陈立纯呢 也是同时好局 非常可惜 是 那好 这番棋呢 我们就为您呢 讲解到这里 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 也感谢大家 一直关注着这个 象棋的散事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